各位就是針對那個第六個單元樞紐分析表 然後我們來樞紐分析表 這個範例檔案裡面的樞紐分析表 那請各位開啟那個練習檔案裡面的叫問卷調查 01的原始檔這個題目 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資料裡面有一個需求啦 這一題的話實際上也是會用到很多 那個查詢 就是V度卡元素的應用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問卷調查01原始檔 這個 所以待會請各位開啟的是這個練習 就是第六個單元 範例檔裡面的 第六個單元裡面的這個問卷調查原始檔01的這個 那他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問卷調查的結果 那理論上因為現在很多那個問卷調查 現在慢慢都不用紙本的啦 都是用那個線上的填寫 那可是那個填寫的過程當中 為了讓資料可以減少啦 所以大部分填進來的資料 大部分都是編號 或者是數字 那編號跟數字有個好處 就是說他的 資料量很小 所以呢 在資料裡面存放的空間也會減少很多 然後將來在執行 就是查資料的效率 也會比較高 可是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看到那個性別這個一欄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是 性別應該是男跟女吧 但是你現在看到的結果卻是什麼 卻是A1跟A2 那這個地方就有個問題 那也就是說啦 現在我們有個需求 我希望可以 把這些 你會發現從性別 因為這個是一個 雜誌閱讀的一個習慣的有點像一個線上問卷調查結果 然後呢 這邊你會發現 第一個要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說 他的那個什麼 對應的關係 A1就是男 然後A2就是女 OK 另外的話這邊年齡 年齡的話有什麼 B1到應該到B4吧 然後他的對應關係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如果是B1他選1的話是15歲以下 區間大概在這裡 然後 同樣的道理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 他的那個 編號 通常就是用什麼 用A 一直到 A到1吧 然後後面的話多久買一次 11到15 然後這是2122 反正這個 這個規則就是 設計者 這個所謂的資料庫的設計有自己設計的 這個編號只要不要重複的話應該就沒問題 那只是說啦 第一個會遇到問題 哇你有這麼多欄位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它全部 通通變成 應該看得懂的那個訊息 比如說你看91好了 91什麼 91如果你不會 你變 最後一個表 91是這個 那邊你要把這個 那你不要傻傻的看到91 把這個Ctrl C 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過來 91 變Ctrl V貼上 它就變本期專輯報 那如果你假設是這樣 在 查資料的話 那不得了 你剛剛 要把它做完 因為現在問卷調查隨便資料 動不動就是幾千筆幾萬筆的 這個查 這個問卷結果 那如果假設你要像慢慢 去 做一個複製貼上的動作的話 你看 可能一整天全部都做這些事就好了 而且一整天做這些事還做不完 那就更麻煩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把 如果我們有個需求 我希望快速的可以把這些 全部都把它查出來 那有幾個方式 如果你要查的話 還記得吧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叫Viru函數 但是查的時候你會發現 那個Viru函數 之前我們用的方式還沒印象 他必須要提供那個 什麼 三個 四個 四個需求 那如果說有幾個方式 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查 是不是要保留原來的編號 然後要查的話 也許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在旁邊插入一欄 不要再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 插入一個空白欄 然後在這邊 先選C 插入一欄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把這個查出來 那查出來就是插入 函數 然後我們 上個禮拜用到的是 查月與參照 那裡面的最倒數第三個 就Viru函數 然後如果要查的話就是 他的要查什麼東西 如果要Value 查A1 那去哪邊查呢 去清單裡面 哪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 就是 選的時候其實不要選到欄二名字 選下面這個範圍 我要查的資料在這裡 那他一定會根據你查這個表格的第1欄 然後把第幾欄的資料帶來 第2欄的資料 所以你這邊 第3個問題是你要帶回來第幾欄的資料 我要帶回來是第2欄 所以這邊輸入2 那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輸入0 好啦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你會得到的結果就是難 OK 這樣就查出來了 有沒有 那 因為呢做完之後你還要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會遇到一個問題 前面講過 只要是A2的2 跟B3的3 他會自動加1 那因為這個清單的位置不會變動 所以你必須做一件事 還記得吧 就是在這個加 前面加個什麼 錢的符號 有沒有 這邊加個錢的符號 這樣就OK了 然後按確定看看 然後向下填滿 有沒有 這樣子 就完成一個了 你說第2個呢 第2個繼續做 有沒有 這邊再按右鍵 然後再插入 然後年齡 有沒有 再同樣的方法 B2 B2是什麼 B2是這個清單 有沒有 一樣嘛 就是 在這邊插入一個V2函數 一樣嘛 如果你最近用過的話 你可以在 最上面有個最近使用過的 B2函數 那一樣呢 找B2 去哪邊找呢 去清單裡面的 這個範圍找 有沒有 然後要回第幾欄的 要第2欄的資料 然後要取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不要就零 按確定 你會發現 這個欄寬不足 點兩下就可以了 點兩下就自動拉寬了 再快點兩下 一樣 這個出錯為什麼 應該知道 哪裡出錯吧 因為這邊沒鎖 有沒有 D2 到 15 有沒有 因為沒鎖 它就會變成 D2下一個變D3 然後 15變16 位置不對了嘛 OK 再按確定 好 然後再向下填滿 就有了 好啦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總共有 第一個 第二個 可是問題喔 這樣已經 比剛剛 比剛剛用那個 人工的方式快了 但是還是不夠快 你會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喔 我只要下一個 一個公式向右拉 向下拉 哇全部OK的話 那更好 有沒有 所以喔 差別 就在這裡了 所以有的人喔 工作很愉快 為什麼 兩下做完了嘛 因為其實老闆根本不會管說你要你要多久 做完 但是也不能太慢 但是也不能太快 OK 所以呢 他給你別的一個早上 他剛剛 你大概應該 四個小時可以完成 可是你 你可能十分鐘就完成了 對不對 那你剩下 你就可以慢慢摸啊 而且你不要馬上交出去嘛 你剩下的時間可以幹嘛 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嘛 但是有的人喔 真的就四個小時 他就很認真的在那邊 Ctrl C Ctrl V 慢慢貼 慢慢貼 可能還四個小時貼不完 你看這邊這麼多資料 所以 所以 我是覺得以後你們在工作上如果希望喔 能夠比人家還要衝容 有沒有 有人奇怪 他什麼事都沒做 但是他就可以 很優雅的在上班 然後呢 每天也不用趕趕趕急 然後每天也不用加班 為什麼 但是他事情總是可以交得出去 然後老闆就是很信任他 原因很簡單 其實我是覺得有的東西喔 就是 還是要 會跟不會喔 其實我覺得差距其實還是 非常非常的大 請各位試一下喔 先把那個 範例檔案裡面的第六單元 這個問題調查 01這個原始黨先打開 那我們的希望是這樣啦 我希望最後做出來 我希望最後做出來 應該原始黨02 這個打開 好像這個就有做好的結果 有沒有 我希望最後做完的就是長這樣 這個是最後做完的 裡面看到的不再是編號 而是 應該要有的這個結果 但問題你說 老師那如果查完 那我不是查 總共這麼多藍 一直到K藍 到LK 到Q了 這麼多 OK 那如果全部做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再快一點 我們先 一步一步來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